今年第二季 美國GDP比一年前增長12.2% 優於中國的7.9% 有分析認為 儘管美國經濟恢復所用的時間比中國長 但大規模疫苗接種 財政刺激和超低利率等政策 推動美國GDP增長反超中國 相比之下 中國經濟出現停滯 大陸財經專欄格隆會發布官方統計數據顯示 2021年上半年 中國31省市的財政收支情況 僅上海市出現財政盈餘 其餘30個省市均收不抵支 信用評級機構目的預測 從2021年第二季開始 美國GDP成長率將會連續5個季度超越中國